广东的第一大外援可以说大战了周琪大魔王 而且在内战层面他是重点去调打了 包括刘传心还有神智杰这两名选手 那么其中过后有三名核心的球员 就重点劝姚明让他留下周琪了 提到这里周琪该不该被姚明留下来呢?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点一下收藏加推荐 我们重点跟大家聊到 其中广东队这名核心的大外援 也是关键时刻能够完成广东队胜地决杀的球员 他就是威姆斯 威姆斯在过去的比赛当中 那么他帮助广东队独冠 还有拿到季后赛的MVP 那么在以往的比赛 他真的是靠实力拿下来的 其中他就对周琪成功的带领着辽宁队 击败了广东队独冠 过后呢就做出了自己真实的点评 他就有谈到 广东队呢其实丢掉了冠军最为核心的 说白了就是内线的欠缺 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 其实广东队层面面对辽宁队 无论说在前锋还是说后卫线呢 其实都是相差不了多少 除了广东队的周蓬他在总决赛当中 发挥比较失误以外 那么其他球员呢都是相对比较正常 唯独最大对比 而且呢也是最大的一个缺点 那就是广东队的内线了 王权呢是被周琪大魔王给吊打了 其中呢威姆斯也有谈到 没有人能够阻挡周琪他在内线的一个得分 还有篮板球 恐怕呢直到如今呢 只有易建连他重磅归来 才能去阻挡周琪了 才能跟周琪进行对碰 虽然说呢我个人也非常的期待 易建连能跟周琪再次进行对碰 但是呢这种机会啊 如今看来呢恐怕很难再次看到了 那么从威姆斯的这一番谈话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威姆斯所表示到的 周琪在如今总决赛当中无人能打 仅仅四个字呢就概括了周琪他的总体实力 确实当我们回顾起 现在我们囊囊路当中 还有本土的球员当中 内线的核心主力 到底谁能够打得过周琪呢 如今看来真的除了易建连 那么已经找不到第二位球员 能跟周琪进行一对一对碰的了 但是呢如今易建连呢 因为跟剑断裂的影响 而且呢直到如今也是作为一名三十四岁的老将 接下来呢阿联大概只能说在打一年左右的时间了 所以说呢下个赛季当中阿联他付出参加四倍的比赛 而周琪大魔王他要去到NBL了 也就是澳洲的赛场打比赛了 接下来我们将会很难看到 那么阿联跟周琪进行对抗了 所以呢威姆斯的这一方肯定也能看得出来 作为一名外援的角度来观看我们南郎的队伍 本土球员呢 确实周琪是如今的第一中锋 接着呢还有第二名 那就是杨明和新竹教练 杨明呢作为辽宁队的主帅 那么他在赛后呢 对周琪做出了一句话的点评 非常的简洁明了 而且非常的突出重点 在中国现在的具有统治力的球员当中 周琪绝对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员了 那么杨明祖教练呢 对周琪的肯定也能够看得出来 如今本土的第一中锋球员 非周琪莫属 他肯定占据着一个席位 另外呢还包括了神子杰等人 但是其实呢 对比之下 大家会发现呢 周琪的实力更加的明显 更加的强大一些 最后呢我们要谈到第三人 同样呢希望周琪留下 西非留在辽宁队打比赛 那么他就是乖伦 乖伦呢也有明确谈到 辽宁独卦不能没有周琪 所以说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接连包括了威姆斯 杨明还有乖伦 都纷纷希望周琪能够留在西非打比赛 能够回归到辽宁队 那么如今来看呢 姚明作为狼协的主要负责人 那么他是不是要做出调整 以及做出更改的呢 毕竟随着如今西非的赛场 那么其中呢少了万元的情况下 肯定少了不少看点 现在呢又少了周琪 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呢 可以说无论是竞争的激烈程度 还是说吸引力以及呢 看点都会有所下调的 所以呢 如今来看呢 那么留下周琪大魔王非常的有必要 大家对此怎么看 你认同姚明留下周琪 让他留在西非回归辽宁队打比赛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别欢迎大家点点关注并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见